这就到了啊 对啊这就到了 对啊这就到了 哎呦我天呐 你们这村这什么破房子 这也太破了吧 这什么路呀 这给我把鞋都弄脏了 哎呀 你说我来的时候 不都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吗 这农村肯定不能比城市呀 你 可是这这怎么不好 它也不能这样啊 你看看这房子 这最起码得五十多年了吧 你管这个房子干什么 这房子都没人住了 那现在呢 去我家呀我家在前面 走吧走吧走吧 还没到吗 到了这个就是啊 啊这个就是啊 对啊 这房子应该都是你的吧 这看起来应该挺长时间的了 啊那么 那么这也是我家呀 那么从小就生活在里面 谁别说这些了 我都跟我妈说了 我妈现在应该在家 等老老半天了 赶赶赶紧走吧 走吧 慢点啊 妈 妈 妈我回来了 妈 儿子回来了 妈你快来 妈 妈 我那个给你介绍 哎 哎 哎 去哪儿 咋是这儿的 妈我也不知道 那你还不赶紧追出去看看呢 好好好 行行行 哎 哎呀 不是你 你这干啥呢 不是你你咋定了你啊 你这看见我妈就走啥意思啊 那个 嗯 小浩啊 我还是先别进去看了吧 我先回去吧 你没事吧 这刚进去啊 你现在又得走啊 你这也太没礼貌了吧 这不是 我 不是 你就挟起我家破 你也不至于这样了吧 哎呦 我不是 我 哎 那你不是 那那那那咋回事 到底什么情况啊 你说呀 你给我一个正大的礼物 你这一进屋看见我妈就跑 这什么 我都懵了 那个小浩啊 你妈 她可能不记得我了 但是我知道她 啊 我妈不记得你了 但是你记得她 你跟我妈之前认识啊 哎 这何止是认识啊 我还把她骂了一顿呢 啊 什 什么意思啊 哎 这个事情啊 她是这样的 就那天啊 我在上班的路上 嗯 然后看见我旁边有个人 在地上躺着 还在那吆喝 啊 哎 我就过去啊 把她骂了一顿 我还说她是碰瓷的 说她讹人 狠狠地把她给骂了一顿 这后来呀 这 他们把她扶起来以后 我才知道 她是真的腿不好 可是 今天我就不知道 她就是你妈 你妈就是她呀 这我看见以后吧 我这个心就充满了罪恶感 就是 所以我就 你这么说 我好像有点印象 我记得 当时我妈回来跟我说 她说她摔倒了 让一个小姑娘扶她 那小姑娘嘛 就不扶 还把她臭骂了一顿 我妈当时回来 好像还老委屈了呢 你如果这么说的话 那应该对得上 哎呀不过你这都 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你 你 你也就能记着哈 所以小浩 我看我还是先走吧 哎呀你说这都过去 这么长时间了 我妈她肯定就忘了 对不对 再说我那个 我妈她心肠好 她肯定不会计较过去的事情的 你就放心吧 我回去跟我妈一说 我妈肯定会原谅你的 哎呀你就放心吧 其实这个事情也不能全怪你啊 哎现在这么片子这么多 你说如果是我 我碰上了 那我也不敢服呀 对不对啊 哎呀就算这样 那我现在也不想进去吧 不是我 你不能这么想呀 哎你有没有发现 你跟我妈很有缘分啊 啊有缘 你想想看啊 咱俩没处对象之前 你就跟我妈认识了 是不是啊 这不是缘分吗 你看现在你看你看 你是我妈未来的儿媳妇 我妈是你未来的婆婆 我又是你对象 这冥冥之中 这全都是缘分呀 这全都是缘分呀 这上天注定的呀 是不是 嗯 对吧 你看这么好的缘分 你要是走了 多可惜呀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啊 回去呀 还能怎么办 走走走走走走 这咋还不回来呀 这到底是怎么了 妈 妈我们回来了 妈 你们这是干嘛去了 妈那个我们就那个 出去说回话 说回话 对了妈 我那个正式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小镜 阿姨好 好好 这小姑娘真好 好 阿姨 其实 我那个 认识你 你认识我 嗯 那个 你还记不记得 有一次你摔倒了 然后一个小女孩 还骂你 说你是碰瓷的 嗯 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那个小女孩 就是我 啊 就是你啊 哎哎妈 你这想起来了 妈 那个实话跟你说吧 刚才我们出去啊 就是说这个事情的 这小镜一来吧 她一下就把你认出来了 然后所以她就跑了 她吧 哎呦就是觉得这个事情 挺有罪恶感的 挺不好意思的 所以一看 想起你来了 哎呀 就这样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哎呀 小镜啊 这个事啊 你别往心里去 要怪啊 就怪阿姨腿脚不好 不方便 摔倒了 不过你当时啊 能有这个防骗意识 这个是挺好的 阿姨非常赞成的 你看我们家 这个条件 也不是很好 你现在还跟玩的 触得一下 我这当妈的高兴 还来不及呢 再说了 这个事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我啊 今天是怎么说 都不是这样的 我说了 你们说这稳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